基隆 田辽河两侧 大量的路科鸟类聚集在树上 从空拍的角度看 数量相当壮观 这些原本栖息在中阵高架桥旁 树丛鸟类 三年前因为工程需要 栖息地的大树被砍掉 千只的路科鸟类全都搬到这里 每年数量越来越多 已经累积到上千只 它在大致来 我觉得它们也有选择权利 生存的权利 只是说人形这样确实比较害怕 那我们稍微躲一下就好 因为这样会比较容易脏 那请金融市政府稍微维护一下 这些等级 因为我们国际观 田辽河出现了丰富的生态 原本是一件好事 但停在树底下车辆 可就没这么幸运 大量的鸟石把轿车 弄得白花花一片 还以为被人泼上油漆 而路过民众也觉得很困扰 过去从这个车骑脚踏过去 就那个小鸟就把我奔 对到我的那个 可是这个也是应该要处理一下 因为这边的你看这鸟好多 看那天我要下雨天 还有鸟 那小鸟掉下来 我等下去救它 没办法去救它 这边整排都是 这边的车整排都是 就反映说太臭啊 那感官不好啊 这样太脏乱这样子 那是我们就会定期的来做处理 为了维护失荣 环保局清洁队员忙于清扫路面 但也经常发现有出鸟掉落情形 但东保所提醒民众 千万不要捡 那这些鸟 基本上都是路斯科的 就像小白鹿、蚝蚝蚝蚝蚝那些 对 那因为它有它四大 就那个区域比较适合它棲息 所以它也适合繁殖啊 所以就在那里聚集然后繁殖 以至于有现在这个数量 那当然相关单位像公务处 或者是环保局 他们也有跟一些野鸟专家 有做过会看嘛 就事实上有一些方法可以去处理啊 就是让它不要去做繁殖 来减少数量 但在生态部分 东保所这边还是建议就是 跟它取得一个共存的一个平衡 就说我们人就加强清洗 解到 那也可以设立一些高时白 跟民众告知说那边有鸟聚集 田辽河出现了生态奇景 市政府先找野鸟专家来勘察 目前以人鸟共存来取得平衡点 不过环境的整洁 也只能辛苦环保局清洁队员 记者黄少民金融报导